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狂语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演讲的时候的一些技巧 在演讲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 如果你讲到一半的时候,忘词怎么办 各位,忘词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绞尽脑汁的想要把你原本想讲的东西继续讲出来 因为你已经忘词了嘛 但是你不太可能马上又想到你要讲的答案 于是呢,你就可能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继续你的演讲 所以我的建议反而是 当你讲到一半觉得自己忘词的时候 就忘记吧 你呢,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 你可以,比如说,你本来想说 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呢 它有三个步骤可以来进行解决 当你讲完三个步骤之后 你就忘了这三个步骤是哪三个 或你忘了第一个是哪一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让我先打一个叉 然后开始讲别的东西 讲别的东西 讲着,讲着呢 在一直回想 一直告诉自己说 那到底我要讲的三个步骤是哪三个步骤呢 等到你先扯完别的之后 或者借由跟群众的一些互动之后 再回来跟大家说 所以,各位 透过刚才我跟这位朋友互动 他的答案呢 我就告诉各位 的确 这件事情的三个步骤分别是 一、二、三 你就可以把那个答案给回想起来了 所以呢 当你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形 你忘词的时候 就不要再纠结在忘词 忘记的那个东西 那个主题上面 而是赶快去进行下一个主题 只要你相信自己 那么你一定会有源源不绝的 别的话题可以继续聊下去 好